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听好了 背叛的人 总得付出点代价 既然出来了 就好好过 别再发以前的错了 公司做得不错呀 高总 年归正转 我等一下还有事 就不跟你聊这些有的没的了 你今天来找我 不是为了叙旧的吧 我不喜欢绕弯子 你想要什么 直说 你说 要当时李寻没有进去 不是 LOP现在 也就不至于沦落至此了 沦落 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我可是记得 你俩到处说的话啊 LOP的愿景是 提高癌症治愈力的百分之一 听听 多伟大的理想 但是现实就是 只要够无耻 就能名利双手 等李寻一出来 就会得到他想好的一切 也许就像他说的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选择 你想 当时李寻进去了 他只能把公司托付给高建宏 当时在学校那时候 你们仨可是铁三角 他除了你 不就最信任他了吗 以后怎么样 是你自己的事 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今天一次性买断 让你能够过上一个正经日子 你说吧 多少我绝不还家 高建宏 你听好了 背叛的人 背叛的人 总得付出点代价 咋呀 得 先吃饭吧 你知道我当时刚出来的时候 我爸妈都不认我 你这老同学又算个屁了 所谓朋友都是扯淡 叫得越欢 出卖得越狠 那你就要不跟我走 怎么说咱俩蹲过一些牢骚 那我出来一个多月呢 一直在等 就凭我们两个人的技术 只要有键盘和网路 那都弄手指 都是那大笔之间 这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想要什么 不是 跟这种人同过于尽 不值得 同过于尽 还配吗 我就弄得明白 你说咱们去国外 那不照样能给你报仇吗 你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你离开这个行业这么穷 你想以正当的手段 去扳倒他们这么大的公司 你打算耗进去多少 这明明有更前来的办法 你为什么不愿意试一试呢 别吃了 说话呀 这些人不值得我躲起来 我也不习惯简单 我想去曰 行不行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得让这些人明白 他们得付出什么代价